都已經拉滑套上堂 遠景大聲怒吼 要求通通趴下 但眼前囚幫隊扼煞情緒激動 一度還想要繼續反抗 直到支援警力到場 這才乖乖就範 毫不容易把囚幫隊扼煞 通通壓制在地 快達警力成功控制場面 這起發生在十四號凌晨三點多 台中七期上班大樓打架案 一共造成兩人受傷送醫 九年受傷救護車還是不斷躁動 原來臉上挨了好幾下 留下明顯瘀青痕跡 但怎麼會在相伴大樓內 爆發肢體衝突 警方調查後發現 原來三十三歲流行男子 與朋友半夜喝醉 與另一名不認識的三十三歲 陳姓男子爆發口角衝突 最後拿出球棒塑膠條互毆 場面一度非常混亂 雖然即刻壓制囂張惡煞 但諷刺的是十三號警政署長 才南下台中 緬定警察局破案有功 也宣誓要成立全台第一支掃黑專責隊 如今不到二十四小時 就發生球棒隊護偶事件 考驗新單位的辦案能力 能不能符合民眾期待 靜新聞賴文中林嘉儀採訪報導 請要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